我们来看一下API 那么MAP集合的便利 大家发现这里面有没有Etherator 就是迭代器有没有 没有这个方法 没有这个方法 我们就不能用迭代器直接迭代 那么这里面也告诉我们一个答案 就是MAP集合是不能直接迭代的 新创建一个类 Demo2 叫做K Etherator I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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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口一口 好 MAP集合的便利 通过 通过查看 MAP MAP集合的API 集合的 集合的API 发现 没有 Etherator 没有Etherator的一个方法 那么 双列 结合 双列 结合 如何 迭代呢 我们知道 无论你是单列还是双列 存进去的元素 必须得拿出来看一看 要不存进去没有意义了 我存进去 拿不出来了 那不行对不对 然后呢 我们现在想办法把它迭代一下 怎么迭代呢 大家来看啊 刚才我们有几个方法没说 那么首先有一个方法叫做key set 找一找 key set 返回此映射中包含所有键的事 那它返回是一个set 你说拿到所有的键 它返回是一个set 那么只要是set集合 我们是不是就有办法迭代啊 set集合里面 是不是有Etherator的方法 明白意思吗 那我拿到所有的键 把每一个键都获取到 我根据键就可以怎么样 是获取值 还有什么方法 还有一个get get 根据k 去获取v 明白这意思吗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去 做这个事了 我们把这个双列集合创建出来 cntl c 复制过来 cntl v 然后呢 我们来看啊 在这里面来一个int integer i就等于了map.get 比如说我来一个张三 这是get方法吧 根据键会去值 syso 打印i 来一行 大家看拿到23了 那你说我只要能拿到键 那就肯定能拿到值了 根据键会去值吗 这个是根据键会去值 根据键 获取 值 那么接下来我就想把它整个去便利一下 那怎么便利呢 首先咱们先拿到所有的键 来获取 获取 获取 所有的 怎么获取啊 set 让它这里面 那么键是什么类型啊 sitrean类型 然后来一个 kset 等于什么呢 map.kset 这句话什么意思啊 这叫做获取所有键的集合 map.kset 获取所有键的集合 那么获取所有的键的集合 这里面存储的应该是张三 李四 王五 赵六 对不对 好 那么拿到了所有的键怎么办 是不是就可以便利这个集合了呀 这个就相当于是一个什么哈西菜 他会一个吹赛的一个集合 里面是不是肯定有这个 你推一推这样方法呀 好 那接下来我们就去便利一下 怎么便利啊 it at or it 然后来一个 it 然后来一个it 就等于了kset点这个 这个是或许 或许迭代 t 然后再来 well well 然后来一个it点这个 has next 判断集合中是否有元素 判断集合中是否有元素 然后接下来干嘛呢 我是不是先拿到每一个键 来一个sg 键是不是sg那行吗 sgk sgk就等什么 it.next 因为咱们相当于把这个所有键是不是存到了这个集合里面去了呀 kset的集合里面去了 好 那我这个it.next就拿到了每一个键 获取 获取 每一个键 然后呢 再来一个 值 值应该是什么类型的 是不是integer类型的呀 那来个integer intge intge integer 然后来一个valu 就等于什么呢 it点这个 不是it啊 是不是通过键或许值啊 那就来一个map点这个getk 这里面记录的是每个键 然后我map点getk 就是通过键来返回的是 值 能听到吧 这个是拿到每个键 这就是根据键或许值 根据键 或许值 然后呢 我们在这里就可以打印下了 键值对形式啊 我们在前面加上键k 加上 中间来一个 等号 来一个等号 然后后面加上value 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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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这是键和值 然后呢 我们来运行一下 看一下效果 运行 再来看 看到了吧 哎 赵6 26 张3 23 李4 24 王5 25 前面这23 是咱们在上面做了一次get方法 哎 做了一次他 我们可以把它先注视一下 好 再运行 大家看到了吧 哎 垫直对出现了 那么这个呢 就是咱们这个双列集合的第一种便利方式 那么这种便利方式呢 我们是用迭代器来便利的 我们发现怎么着啊 哎 用迭代器去便利 代码有点复杂 那我们接下来想干嘛呢 想用这个增强for循环去便利一下 好 那现在我就把这段代码全都给注视掉 好 使用增强for循环 使用增强for循环 便利 增强for循环怎么便利啊 是不是来一个for 然后这个位置 是不是要先放一个临时变量 那么临时变量我们要拿到的是每一个键 那我就来一个死隽 k 冒号 那后面跟什么呢 跟是不是跟容器的名字 那容器的名字应该是kset 但是我现在说把kset这也给注视掉了 那我直接来个map.kset map.kset 是不是意思拿到了所有的键啊 那它是不是相当于就那个容器的名字啊 map.kset 这明白吗 好 map.kset map.kset 是所有键的集合 然后呢 现在k里面记录就是每一个键 那我根据键就可以回去值了 syso 转一下 k 加上 然后那中间来一个等号 再加上 就是map.kset get k 大家看到了吗 是不是两行代码就搞定啊 比我们原来这个写的是不是都ezy啊 看明白了吗 那为了大家更好的理解呢 接下来我给大家画个图啊 简单说一下这个根据键去导值 好 画个图 其实根据它就行 我们把这块呢就不要了 你知道是咋个事就行了 我们就在这里面存吧 张三 张三 23 李四 24 王五 25 赵六 26 好了 那现在呢 咱们存储了这些件对对吧 那么存储件对之后呢 我们来做第一步 叫做干啥呢 是不是来一个map.kset 啊 那就获取所有的件 获取所有的件 那就相当于这样 把所有的件 就是把所有的件都获取出来 那这所有的件 我们做到一个set几个钟 set几个钟 那咱们现在有所有的件了 那就便利它拿到每一个件 然后再根据件怎么样 根据件通过get方法 再获取每一个值 好 这就是通过 通过get方法 根据件 获取 获取值 根据件 获取每一个值 它们都有一定关系 但是呢 这种方式的确是可以去获取 但是怎么样呢 有点 有点麻烦 整个麻烦 你看你先把所有件给拿出来 对吧 然后呢 你还回去 还要再麻烦这个双列集合 根据件再去掉用它里面的 这个值的方法 就是获取值的方法 盖的方法 这样做 可以是可以 但是有点这个底层 有点麻烦 就是总要去掉用这个盖的方法 掉用集合的这个双列集合方法 那我们接下来来看一下 第二种方式 第二种方式是怎么做的 好 那么在讲第二种方式之前呢 我把这个值点呢 咱们停一下 好